大家好,我們這次繼續跟軍武器言Larry說一個很更新的議題 其實都有點意外,如果大家又更進開整場烏克蘭俄羅斯戰爭 那會對俄羅斯那邊有什麼將軍或負責軍事人員的名字 可能都會挺熟悉的,一個是小伊古,一個是格拉西莫夫 之前那宗很軍動的兵變,其實就是理論上要剷除這兩個人 現在普京是連任,有新動作,都挺令人震驚的 就是炒了,不知道算不算炒了,就切換了這個國防部長小伊古 他做了11年半的,換了那個新人就是一個財經官僚出身的佩洛索夫 小伊古是不是要炒就見仁見智,因為他就有一個新的閒職安置他 那究竟整件事是怎樣呢,為什麼找一個財經官僚出身的人做國防部長呢 Larry,你應該看了他們一堆人很久了,究竟他們現在搞哪一課 好啊,Simon好啊,大家好 你講起這個消息應該這麼說,不會覺得很出奇 不過為什麼要選這個時間點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問題要問 就是說,是不是要炒小伊古 當然,我們先講俄羅斯他們的傳統,好嗎? 或者我們講普京吧 普京其實他每一次做總統,任命那些事情 他有一個重新的任免權 剛剛選到正,他現在重新再連任的時間 就叫做辭退了小伊古 當然不一定是意外,因為見到俄羅斯戰爭到今時今日 仍然這樣閃著了 其實俄羅斯在2024年真的投入了大量資源 他說他大量資源,其實他最終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把整個盧金斯克和頓涅茨克完全佔有 現在也有9成9,但是還差一點 盧金斯克還差一點,頓涅茨克還差一點 頓涅茨克還差比較多 例如說要打之前的阿夫迪夫卡 即是不計人力物力去打 接著又打現在我們說的查斯里亞克 即是不計人力物力去打 其實你用了這麼多資源 都做不到那個戰果 我覺得如果換著是另一個人 一早就人頭落地了 即是指揮官那些都換了 所以小伊古捱到今時今日 老實說,已經十多年了 他就算很捱得了 即是這個人真的很捱得了 不過我們就這樣說 俄羅斯換這些部長、將軍這些事情 其實是很常見的 即是… 即是他這種都是普京的Pattern來的 他是把高級官員靜悄悄換走他們 他不會是炒的 因為炒他們,我們稱為沒有顏面 即是無論是對普京的形象 是不是很無情的老闆 還是對他們的伙計 即是會影響他們的忠誠度 也好 本身就是普京的管理哲學 所以他是會將它邊緣化 即是找你接近一些很邊緣的位置 那些Post 讓你發揮不到那個影響力 今次,少姨谷去了甚麼呢 他去了做一個安理會的秘書 即是… 安理會其實是一個諮詢機構 即是有少少像 即是之前我們說的梅德偉傑夫那些 即是把他放在那些地方 他發揮不到影響力 即是以後梅德偉傑夫 可否威脅到普京 是一點都威脅不到的 所以說法就是 接班人都不用想梅德偉傑夫 即是前總理 甚至乎做了總統 所以其實就是把少姨谷邊緣化 我們這樣說 始終這件事 你說找少姨谷做開刀 必定是 因為第一,他是很忠誠 但真的做不到事 即是普京想要的 即是在2024年 多拿些土地 然後可能在2025年 就跟烏克蘭談和談 就逼西方不可以被軍援 逼西方要帶烏克蘭出來和俄羅斯談 普京不會跟扎尼斯基談 即是以我們認知 但他如何逼西方談 就是他有戰果 但現在你一直在2024年 給了這麼多資源 你都做不到 所以就要借少姨谷 日頭一用 當然坊間又有些說法 就說 打了這麼久 死了這麼多人 會不會在國內都產生一些聲音 所以就找少姨谷下台 就把所有的雜物 全部推卸到少姨谷裡 那你說精兵等等那些問題 其實事實都是有麻煩的 但是又不是說急到 即是立即要炒一個很忠誠的人去做 所以呢 今次你說第一個 是不是要借少姨谷人同一用 去代替一些壓力呢 我覺得又不是最主要原因來的 主要一個原因呢 我覺得呢 就是普京覺得呢 他以前走的那套不成功 那現在呢 就要轉一些新的玩法 或者轉一些新的做法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普京我相信 你說他是不是那些什麼 親自部署 親自指揮那種人呢 雖然很多人都這麼說 我覺得呢 他又不是對軍隊的掌控做得那麼好 如果說真的 如果普京對軍隊的掌控這麼好 就不會有之前的兵變 就是去年做到我氣咳那次 我們經常都說 就是呢 如果當時呢 就是當時呢 就是當時呢 就是說格納集團 真是這麼忠誠 就不會搞到那個兵變的情況 所以其實也不是說 普京是直接掌控軍隊 掌控得特別好 或者是他很喜歡去掌控軍隊 我相信也不是 而是他覺得 戰爭要開始轉型了 那轉型的意思呢 就是除了軍事元素你需要 或者他本身 普京的命令的意志 可以貫徹在軍隊執行之外呢 他這陣戰爭要打持久戰那裡才麻煩 那就是看得出 就是這陣戰爭 肯定2024年是不會完的 那你不完的時間 那你也有資源的 那你資源去打的時候 那麼問題就是 已經是打到 不是韓信打不打得 而是蕭河有沒有本事 還可以關中大量提供資源 去到前線的營陽 讓劉邦仍然可以守到城池 這裏才重要 所以去到最後呢 蕭河就比韓信還要重要 但是問題是 你不會找到蕭河想到前線去打的 那麼當然啦 國防部長也不是前線打的人 就是前面也有一些總指揮 所以其實都幾大程度上 就是找到蕭河出來 就好像當年幫劉邦那樣 不停地泵血 泵人 我們俗稱 泵裝備 還有他周圍各國拘捕那些 例如導彈 炮彈 就是很多的東西 這樣去拿 還有要這個 剛才說的 比諾索夫呢 他去計算 即是怎樣去做一個經濟的規劃 還有一個預測 這樣做 當然這個就 可能Simon可以和大家說多一點 就是他的背景 即是他是經濟學家 所以這件事 其實你說他很軍事 我覺得更加多是一些政治的計算 我們說小姨股下台的討論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些外電 就是用另一個角度 就是反貪腐 因為軍隊擺明是規空公款等等 就是搞了很久了 現在才正視這個問題 和這場戰爭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那你怎麼看呢 那這個就從來都存在的 即是你說俄羅斯的貪腐 根本是他們的DNA 你很難說削骨削肉 但是你削不到DNA 所以呢 我覺得暗瓦底 那當然是一定知道這件事 甚至乎他有沒有中間有involved 我們不清楚了 所以你說是不是純是貪腐這件案 我只能夠說 如果貪腐這些案 上到一個層面 他要借人頭一用 那便借人頭一用 然後轉移了大家的視線 但是你是不是這件事 去歸咎下去 時機股對他個人非常不滿意 炒他呢 就不會用了他這麼多年了 其實時機股這個人 跟以前的一些將領不同 就是他不是那麼正統的軍校 或者是我們所說的軍事指揮 那些的出身 就是他是比較後勤一點的人 所以他的軍事才能有多少呢 大家都知道了 其實你說他做國防部長 其實就像一個秘書的感覺 比較多 就是他做竅王那些 就應該 剛才我們說的 交給參謀總長那邊去做會多些 那麼他所以就忠誠是有餘 就是能力不足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你說貪腐 那麼他一定要貪少少 是不是 就是作為首長 但是你擺誰下去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想 我就不是太完全同意 我覺得借人頭一用的說法 就在貪腐這裏就還可以 所以我都是比較大的看法 就覺得普京是要將一場戰爭 要轉型 就是轉型就是 他們現在由普通 即是說的 即是那個軍事衝突 都差不多要去到全面戰爭的了 那麼 而這個說法 他都已經放了 即是沒有以前那麼緊張 是說衝突了 都真的開始面對的一個戰爭 甚至乎現在開動了國家機器 去做那些軍工 那其實都算是有點像 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些國家流水式作業 這樣去建立自己的軍事工業 怎樣去做很多軍事國防事 去維持著那個戰爭機器的運行 但是你要做到這樣 其實俄羅斯都沒有那麼大的經驗 即是二戰之後 所以這件事 又牽涉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可持續發展和錢的問題 所以我估計 他到了這裏 他發覺現在要戰爭當成一盤生意 或者戰爭就是整個國家裏面 就是很大的支出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人看著一盤數 怎樣不要令到國家最後經濟崩潰 最後會走到蘇聯那條老路 就是說因為打仗 因為不斷燒錢 燒科研 然後打阿富汗 燒了錢最後國家便崩潰 然後就散了 普京是不是就是為了避免走蘇聯那條老路 或者他已經看到一些跡象有些東西了 所以就找一個經濟學家來頂著這條數 起碼他就不懂了 但是經濟學家他懂得跟他分享 怎樣撿回這條數 既可以給到錢給軍隊 但是國家還有錢 就是維持日常的營運 例如說他們 他們的天然材料要怎樣做出口 跟哪些國家要夾到一些東西 去保留 保證到經濟制裁不會傷到他們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很硬 我們俗稱硬的 硬知識 我覺得他去委任這個別洛索夫 因為他是做了很多年 就是經濟分析、預測 他應該做了30年左右 如果你說他在俄羅斯做的經濟發展部部長 他也做了一、兩、三年 他也算是在裏面也有個情況 但是他沒有搞過軍隊 他完全是對軍事的前線 直到後線 全部都沒有搞過任何事情 他只是試過以前做過副總理 應該是上屆到今屆 就是剛剛2024年 都還是做副總理 所以他進來就不出奇 不過沒有想過他一進來就做國防部長 其實看回貝洛索夫的背景 基本上是一個純素人 就是學者 無論如何都好 任何其他人 他在莫斯科國立大學 是俄羅斯的一労名校 經濟畢業 而且他是有PhD的 接著你為了一個經濟學博士 去做國防部長 整件事都頗破格 他以前做經濟部長 主要其他人 基本上就是計算的人 就算你要他做後勤 計算 你可以放在他其他崗位 為何要放在他做國防部長 通常軍人都會有少少個性 你看到一個人完全沒有當過兵 只會計算 現在變成是頂頭上司 他不會擔心那些人不服嗎 這個就放心 你說不服的事情 其實他第一個要應付山頭主義 即是你進入軍部 你一定會遇上 例如史古典舊部 或是格拉辛莫夫這些人 但問題就是 似乎這次變洛索夫 他進入軍部 應該是有上方部劍的 即是普京應該跟大家說完 你不要欺負這個人 他是我的人 他就是我 應該要去到陰妻大臣的位置 即是說 要交足夠的權力給他做改革 其實 第一個貪腐 當然要做 但我們就不老套說這些 進入去後 有甚麼新事要做呢 我估計 以我對他們 俄羅斯軍工的認知 現在 國家他們要創新 即是他們打這場仗 他們發現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他們是一個大陸權的國家 陸權國家 即是他們的武器 他們很多東西都是側重在陸軍上面 而陸軍他們最重要的是火力 所以他們會對陸軍的火力 有很大的投資 但問題是 這個不適合打現代戰爭 雖然俄羅斯戰爭 也不是完全是現代化的戰爭 即是有少少一戰二戰加現代戰爭 但他們發覺 他們要不停演變 烏克蘭是走得快些 但俄羅斯最近都追得很貼 原因我相信是 因為他們也有些有識之士 他們知道國內要做一些創新 無人機的項目要做好它 所以他們似乎 現在這些項目已經定了出來 但問題是 其實少一股真的不懂得做 他不懂得做軍隊改革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以往當然 少一股都說他完全沒有軍隊改革 不是的 例如之前我們叫BTG 即是這個概念 放在戰爭上 即是三十多個坦克 做一個型的打法 這些都是少一股的計劃 不過當然在戰爭上 看見不太行為 所以也看得出他不是一個改革的人才 但是這個比諾索夫 我相信他的經濟佬 即是要看一半數 其實他是要看什麼呢? 第一 剛才Simon也有說 就是他要看一半數 不要被人中間吃甲棍 這是第一件事 他要領著其他科研人員 去做技術的合作 例如他們國內做無人機生產 這裡他們是有一條數目 是要看著來做的 即是那個生產無人機 已經是一個國家下了很大的訂單 所以他們是需要盯著那一盤數目 另外又要培訓人才 例如無人機生產 有生產商 可能會有人創業 或者一些年輕人 接著他們要培訓無人機的營運 無人機的營運 無人機裡面有營運 即是很多東西 也要量度一下 俄羅斯國防工業局的技術創新 究竟如何走哪條路 產能是怎樣 其實每一部分 除了規劃之外 一定會有人幫助他 因為我們剛才提到 一定是有些有識之士 了解到現在他們要做這件事 但問題是他最後就是管數 即是說很多人會提出給他 即是彼洛索夫跟他說 有些甚麼要做不做 他決定做不做 以及他決定付多少錢 好像一間公司的CFO 其實他現在就是CEO兼CFO 兩樣他都要管 管了錢 管了做些甚麼 我覺得這就是在戰爭裏面 普京發現 烏克蘭在無人機上 其實都是比俄羅斯先進 有幾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烏克蘭去抗俄羅斯的干擾 電子干擾那邊做得不錯 第二個就是烏克蘭能夠用到的無人機 其他的數量和他們的產能逐漸增加 第三個就是他們的種類特別繁多 可以執行不同的任務 但第四個才是最令人擔心 就是他的無人機越飛越遠 甚至可以威脅莫斯科 可以威脅到遠東地區 真的可以快到西伯利亞這麼遠 有些令人擔心就是他會攻擊俄羅斯全國的資源 他已經不是只擔心你打克里姆林宮 因為克里姆林宮也有很大量的房資員 他們都不是最擔心 例如說最近 烏克蘭不停打擊俄羅斯領土裡的煉油廠 煉油設施 那些原油設施 已經在影響俄羅斯的生計 也在影響俄羅斯自己的燃油供應 包括他們的精煉油 例如汽油 汽油除了民用 其實軍用車輛也要用汽油 現在的問題就是 前線的坦克、裝甲車、運兵車、自走炮 全部都要用汽油 現在的問題就是 令整個俄羅斯跌了12% 12%當然大家聽到雲管經濟也很嚴重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俄羅斯有些位置 之前的小育股真的搞不定 真的要換人 而換這個人 他也要把軍部當成一個生意的做個改革 大刀闊斧地動 你要動人 最好找誰呢? 就是找一個新的人 對這個沒有任何政治包袱 沒有任何感情 你進去之後 就是一個掃腦 總之我覺得不對 就要炒這個炒那個 切這個部門 切那個部門 然後大膽創生 我覺得 你在這個時候 安插別洛索夫下去 這個位置 又搞一下科研 又管經費 又炒人 改革一下 我覺得不錯 空港一個 不是維斌隊而打仗的將軍 你這樣說 我最近看了一套劇集 說東德末年 我經常推介那套劇集 給我們會員看 我覺得很有啟發性 其中一幕就是 說到東德到後期 蘇聯員不理他們 都要維生 那怎麼辦呢? 就是找了一個素婆 就是管錢的人 去改革這個情報系統 就將他們變成一個黑手黨的運作 不斷去走私軍火 賣武器 去支持國家的生計 你覺得俄羅斯這次 找一個素佬來管軍 會不會順便都搞這些黑私生意呢? 我覺得都會的 因為 其實現在你找一個素佬來管軍隊 就是代表軍隊要轉型 也都是他對軍隊 有些不滿的情緒出現了 就是 好像這兩年多的戰爭 俄羅斯第一 他走不出 就是他們軍隊的流弊 包括由上而下的管理架構 非常之僵硬緩慢的指揮體系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 例如雙方 雙方的前線部隊遇上了 大家便要打仗了 烏克蘭那邊 就立即叫後面的炮兵 無人機的support 立即過來支援 俄羅斯這邊也叫 但是那半天都沒有東西來的 但是烏克蘭那邊 可能是半個小時內 炮彈便便掃到來的了 很多時候 前線部隊便面對一個困局 就是其實要拿支援是很困難的 所以他們很清楚 如果遇上烏克蘭的人 為何他們有時會離開呢? 因為他們知道 如果再打下去 除非你一打就贏 否則 等支援便會死定 沒得打的 所以 你見前期中期也是一樣的 很多時候 一遇上正式硬硬硬硬 很多時候都要走定才行 因為你沒有支援 沒得教 去到近期好些 因為反過來 嘩!難就不夠支援 他們自己的支援不夠 這樣便會好些 戰場上的情況 我覺得其實 軍隊改革都事在必行 你說中間又可以改變一些人士任命 你說普京去到比較 我不敢說他現在是末代總統 即是叫做 最後一個條例 還是兩個條例 他是不是想都為俄羅斯做些事呢? 就是說軍隊改革上面 留有自己一個樂印 走之前改革部隊 起碼文化好些 財政健康些 出來的軍隊 那些人會比較像軍人 還有他們的紀律會好些 紀律差也很明顯 俄羅斯軍隊 即是事情都好些 於是找個掃柳做一個改革 甚至乎可不可以 這個是我想的 Simon 可不可以將俄羅斯的武器 軍工出口 突然再做得好些呢? 這不知是否是副作用來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場戰爭會搞到 他所有事情都被人制裁了 他入口就無法入口 其實他連出口也有很多問題 大家知道黃金鑽石很多東西 但他現在連武器出口也出了問題 武器出口一直都是俄羅斯一個大的收入來源 包括東南亞市場 包括非洲市場 中東市場 其實一直都有買到俄羅斯的產品 但現在他們的戰機出口基本是零 即是我們說到蘇35 蘇30 即是除了印度買少許 其實也沒有什麼國家敢問俄羅斯買 亞美尼亞又要背叛他 大家看得出 亞美尼亞也承認這個大哥太軟弱 現在要投入美國懷抱 大家看到俄羅斯失去影響力 軍工是最大的問題 軍工能否養到也成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 要找一個掃佬進去 收拾好所有東西 甚至乎要想想辦法 如何刺激 接下來 軍工的掃佬是要平衡的 就算找不到外快 也不要最後洩到入獄 最後國營部門大家都很清楚 最後又要解僱人 最後又要接賣 你真的會對俄羅斯的軍事 肯定會很大影響 所以會不會也要看軍工的數目 應該就要了 所以我相信 接下來 這一位新任的國防部長 我想就是很多動作 很多事情要做 最後一個問題 邵伊古以前這一輪 經常齊上齊下 有一個格拉西麥府在附近 做總參謀長 那他現在下落又如何呢 還可不可以下落呢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 如果動了小伊古 格拉西麥夫 未必會離開 但是格拉西麥夫現在的角色會怎樣呢 因為他就叫做總指揮 現在在整個戰線裡面 但是會不會都不滿他 然後就換那一個呢 當然換人是有機會的 但是要換誰就很難想了 但是當然 你說沒有繼承人是不可能的 也有些少壯派 軍隊裡面 跟普京有些走得比較近一點 也有機會 所以 如果你說風險有 今次格拉西麥夫 會不會跟隨著小伊古 一起退下來呢 要觀察 但是我覺得成數都不低 我們又密切觀察一下動向 之前我們也說過烏克蘭那邊 也有人事的變動 似乎雙方在膠著的時候都要變陣 Nary你跟了烏克蘭戰爭 兩年都非常歼而不捨 我想我們在日後有什麼新的動作 會第一時間再談 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裡 謝謝你 好 我們之後再談